oh my oh my god GOGO 看到偶像的心情怎麼樣 很開心 不敢講話 GOT SOMEWHERE WE NEED TO BE WE JUST SAID 妳看起來那個是努力他根本沒在講 欸有夕陽的感覺好美 欸我現在也錄影了 終於要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國玩囉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會把它剪進去喔 今天的影片主題是Coco的生日之旅 好 超讚 四個人的行李箱都可以大開 四個人忘記行李箱的密碼了 好 我剛剛以為是000 等於去那邊解單 大家看一下喔這裡 很可愛欸 我有沒有想說好如果他長這樣 我可能就會小扣分 為什麼看我你就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但是呢 轉過來 還有一個小客廳 我就會給過 有客廳我就會給過 來大家坐入座 我要去化妝了 欸大家沒有認錯就是剛剛那個前面素顏的人 發現全部打馬賽克 真的怕你喝欸 欸回頭看 超級可愛 如果最近有來大阪的可以來 新呆橋的Parkle 六樓 他的那個Kiki Land 就一整 會全部都是 歐巴恩 好可愛的 我已經買了 一大大 耶 然後我們現在在正對面吃這個 賈賀流的張雨燒 是你的愛 是我的愛 他們說可以買 還好 他味道沒有變太多 超級可愛的咖啡廳 聽說是有得過獎的 他就是小小一間然後在街邊 人很多欸其實 這間的咖啡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的咖啡豆選擇蠻多的 你可以選不一樣的風味 但我覺得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裡面沒有冷氣 座位有點少 所以如果有來新齋橋這附近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外帶一杯喝看看 這什麼啊 氣泡水味要很重 有點藥的感覺 大貨好評的兩款拿鐵 奶香味很重的欸 這個是豆子比較酸的 天滿市場這邊都是在賣焦肉啊 然後喝啤酒的品牌 我們選了一間評價最高的 進來吃 拜拜 五七勇氣在桌上架腳架 今天是大阪的第二天 我們今天其實都蠻早起的欸 大概八九點就起床 有點意外 因為我平常其實睡到正中午的人 但是我們今天早上分別各自都有一些工作跟拍攝要做 然後是覺得蠻好的跟他們出來就是可以互助 就是可能他有什麼工作要拍啊 然後幫他拍啊 然後再換他幫我拍 先去吃個早午餐喝個咖啡 哇 哪裡有漢堡吧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現在還沒有開機有沒有 上次的介紹大家可以看喔 漢堡拍 哇 我幫你吃飯了嗎 這很好 對 吃完早午餐 我們來這個南波八板神社 剛剛Amber說呢 這個八板神社跟京都的不太一樣 京都主要是求可能愛情 然後這個八板神社是求事業的 必須來 這個呢 是一個可以把大家的苦難跟厄運吸入口中 把我們的壞事都吃掉 帶來好運的大怪獸 我買了這兩個 一個是Kiki的 然後一個它是算是消除厄運的預售 外面真的太熱了 所以我們現在進來逛街 這洞就是比較多年輕人的東西 然後也有一些苦濁 這樣子的話就是一點都不日 然後我這樣想到最後 哇!就是變成Shi girl欸 真的 說到日牌一定要來逛這間 這間 風格也比較台灣的天氣 你可以假日一點 要瘋了要瘋了 Sali喔 這裡其實真的什麼都有 因為剛剛我們看這層樓 還有迪士尼的那個專賣店 如果大家真的趕時間的話 我覺得就是只能逛一棟 就是直衝這邊 大阪的話 對 今天的咖啡廳 它也是有很多豆子的選擇 但沒有像昨天那麼多啦 然後它一樣會附一個小卡 裡面就有自己的烘豆雞 這間相較於昨天的一間 這一間比較濃郁 奶味比較重一點 哇 然後這個是湯 那是醬 我就是醬 我們剛剛原本還很擔心 其實它會太大碗 因為它的碗真的看起來太大了 大家其實就走淺淺的 我比較喜歡吃熱水 所以就是這部分我就沒有 沒有那麼希望 可是它的醬呢是蠻香的 現在要回到飯店了 然後我們外帶了壽司 因為我們剛剛晚餐是吃那個麵 然後想吃吃看這個 壽司 生魚片 一顆差不多是400塊台幣 幾顆星幾顆星 一到五的話 四 有到新家橋附近 然後累了想要吃的話 可以吃吃看這間 欸沒有名字 我們把它那個名字 第一標放在這裡 OK 我們今天比較早回來 因為我們明天 一大早就要去環球影城 據說是可能七八點 就要出發 七點 啊~~ 我們現在時間是七點四十二喔 已經快要看不到最前面的人 誇張 這七點多的人潮 我們這次買的是四個遊樂設施的快速通關 它不過這四個就要四千多塊欸 因為它這個裡面有包含兩個哈利波特 就是人氣最高 就是需要排隊排最久的兩個遊樂設施 然後其他就是算是付更的 然後呢我們來之前就有先下載這個環球影城的APG 可以一個人代表然後幫大家領入場券 來了 第一站我們先來哈利波特 因為就是這裡就是最難排的地方 很好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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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topping 嗚呼 嗚呼 嗚喝 每個人忠奇 Jewel classroom 嗚呼 sab 餅 醒 三、二、二 這是努比造型的漢堡,超笨的 耶耶 超快樂 你看起來很像很努力,但根本沒在賺 在大阪最後一晚,因為我們明天就要去京都了 然後這裡其實,那邊就是很有名的故隸 我覺得這邊好像比較舒服 就是又有種找回片刻寧靜的感覺 早安大家 哈哈哈哈 超美夢境 把心裡收一收 前往挑戰 我們要去京都了 到了 我們一抵達京都第一間,就是鮮河咖啡 他就在京都車站的後面 我都覺得這杯很好喝對不對 然後他有加一點飲品 應該有加一份飲品 比較好吃 然後我的話是冰冰 因為我還蠻短的 然後還有東西 京都的第一餐 這邊 我們壽星本人很想要吃的壽喜燒 好期待的 剛發生一個很驚險的事情 我現在就是一個人在都旅 因為我們剛剛原本要從京都車站 然後搭計程車到飯店 然後大家去飯店的路上 我們就在討論說 啊來不來得及吃我們原本預訂的壽喜燒 就是今天的午餐 然後後來發現壽喜燒還兩點多就關門了 所以就是感覺有點來不及 那我們就在討論的過程 我就在看Google Map 本店就在我們那個做優標的左手邊 然後我就馬上跟Ember說 欸還是我現在先跳下車 我先後衛 然後呢我就順利進來了 哇 對因為這個壽喜燒呢 是我們Co姐 就是這趟壽星呢 最想吃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幫他完成 你來しませ 哈哈哈 謝謝師姐姐 他的小福 他的小福 幸福嗎 舒心寶寶 這是妳這趟最期待的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結帳的 最後總金額是一個人台幣大概一千五 我覺得還行 因為我們總共點了兩個壽喜燒特選的套牌 然後跟一個壽喜燒定食跟一個炸滋牛定食 然後他們想說他怎麼可以這樣超超級的 最後還有一個這個 肥果 還行 上次來這裡是跟我阿嬤一起來的 好懷念喔 我剛剛抽了一個是戀愛的籤 然後一個是一般的 超級緊張 因為我上次來也有抽過一次 然後就是大熊 超級 抽到兩個機 不管是胸或幾隻都可以綁在這裡 就會跟這裡的神明有一個連結 然後他就可以就是默默的照顧我們 保佑我們 然後我剛剛看的天就是感覺就是 沒有到特好 把它綁起來 綁起來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我們現在要走路從八板巡舍去清水寺 大概走路17分鐘 我們已經看到他了 在遠遠的地方 好可愛 超Q的 好可愛 超Q的 終於到了 走上來這邊就會有一種很舒服很療癒的感覺 雖然滿頭大汗 舒服喔 我來京都目前來過三次 然後都還沒有來過鴨川 特別拍給大家看 這間真的大推 不管是真的餃子還是煎的都超好吃的喔 我們店裡就是這個可愛的幼稚餃喔 那我選擇筷子可以看 這個湯是你永遠不會滾 很香 吃這個湯麥 好吃嗎 好吃 吃這個 綠色餃子 因為綠色餃子 因為它很清爽 它是真的用的很香 Sorry Sorry 這是橘色店 吃橘色的找Coco 喔 看起來很不美味 但吃起來超好吃 但是鹹鹹的 因為是有幼稚的味道 要學我的文案好不好 真是鹹鹹的 好吃好吃喔 剛剛人生也不好長一樣 對呀 今天住的地方 走吧 超可愛的 它就是三個大通鋪連在一起 然後呢 另外一個人要睡在這邊 一個小沙發的感覺 它的那個整個空間是比上一間大阪的再小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就是整體的氛圍更可愛更舒服 今天的話它有浴缸 就是一個小小淺淺的浴缸 兩天一夜 然後這整間飯店的價格是一萬塊 四個人兩天一夜一萬塊 所以一個人一個晚上吃到大概一千多 就是算是 以這個環境跟整個整潔度啊 還有它的身體真的我覺得是非常划算 一千多算蠻舒服的 對啊 那你比較喜歡這間的大阪 我個人更喜歡這間 可是大阪那空間我覺得蠻自由的 就是 很大 好 那一個家 我選大阪 好來我們邀請乾杯吧 好來我們邀請乾杯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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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早餐 今天是我們在京都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們等一下是要去耐涼 去耐涼之前我們先來吃這間 早午餐 也不是早午餐 它就是炭烤三明治 因為昨天我們坐計程車路過的時候 Mindy就覺得它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我們決定今天來吃看看 這是我點的蛋沙拉三明治 但它看起來好像是炒蛋 這有一個口味的食物 辣椒大蒜 我們結論是以我們的食量來說 我們一個人只能吃完一個 所以一整份的話還是推薦大家可以分著吃 然後點不一樣的肉 因為我們四個人點 四個不一樣的口味我們都覺得不累 都蠻好吃的 我們本來已經打算搭地鐵去耐涼了 結果被吸醋 一進來就被吸醋 不是 因為它心狂耶 Ember在那個金子眼鏡店 直接買了一支眼鏡 然後這邊兩位已經在一集站區逛金手 這家的眼鏡工藝很好 我看 真的耶 都已經快要三點了 我媽還在車上裡面 太陽都已經 他要下山了我們要去耐涼 我真的不懂你們怕成這樣來這裡幹嘛 我真的不懂你們怕成這樣來這裡幹嘛 我真的會一塊錢 不是你嗎 給他了嗎 給他做好了 全部 好 你就跟他合照吧 今天的咖啡廳 耐涼了 終於喝到咖啡了 今天早上我們就是在飯店樓下買一杯 然後下午跑咖時間 其實現在已經六點了吧 今天的跑咖 任務達標 我點了哥倫迪亞的熊抽 然後我覺得其實就是 一般幾個 然後算是比較清爽的那種咖啡凍 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是我每次來日本一定會買的大福 它超好吃 因為它裡面是一整個水果 但我沒有吃過無花果 我還可以試試 登登登跟飯店 買一飯 這裡是拍攝帶的鰻魚飯 還可以吃到鰻魚飯 我喜歡鰻魚飯的醬 這個是比較貴的 嗯 加三張粉之後 味道提升了一個檔次 1 2 3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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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要是拍攝影子 有被驚喜的喔 被尷尬的臉講笑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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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總之呢就是這趟旅程 是繼上次我們 釜山行之後第二次 一起出國玩 其實我上一次影片沒有剪出來 因為那時候我第一次跟 明吉跟 Amber他們一起拍片 那我就超級緊張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想說完蛋了 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就是一起錄影 對 然後就覺得他們錄完了 我好像就也沒那麼想錄 想說就是 可能 介紹的東西都一樣 對 但這次呢就是我自己 有找到一個 平衡 比較知道自己 要用什麼方法 方式介紹 對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拍片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我面前 好玩嗎 好玩 希望我們下次可以在一起 過玩 在他們面前許願 然後他們在那邊很冷漠的滑手機 我們六個月之後再來問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好 掰掰 掰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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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 Running Man 你在玩Running Man 我在那邊打電話 他在玩Running Man MING PAGE MING PAGE